哇哦 今天我们遇到好的猪肉末 来展示一下条猪肉馅 以及猪肉馅的新鲜吃法 如果你之前加拿大买回来捏猪肉末 青苍细重的话 不妨认证这个标 买这种安省认证全自然的 好我们稍微用筷子 把这肉搅松一点 接着的话我这里有些 提前一晚上泡好的花椒水 我们逐料先加进来 然后来一勺盐 接着的话我们就要 自己跟自己定一个规矩了 就是说你如果你都是喜欢顺时针 你就记着你是顺时针 如果你喜欢逆时针 你就记着一直是逆时针 然后的话我就按照我自己的习惯 就是顺时针 这个玻璃盆有点太小了 我换一个 好了换成这个盆就成熟很多 至少你搅拌的过程中 肉末是不会飞出来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之前的那花椒水 已经全部吃进去了 然后你拌的过程中还是有点干 你就可以继续加花椒水了 接着的话我磨了一些姜末 猪肉虽然没有牛肉那么吃水 但这种好的猪肉末的话 你大概都要遇到10%左右的水 一定要把那个肉搅到是那种 带规律性的那种紧致性顺滑 这个肉馅才算是初步调到位 另外多说一句 这种泡完水的这种花椒我家都不会丢 我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在冰箱 进行除味啥的 非常好用 前后我自己粗略估算了一下 我应该打了90到100毫升的水进去 也就是这个肉的10% 完全是吃进去一点问题没有 小伙伴如果用这款肉的话 可以参照这个比例 如果你还希望更加松的那种感觉的话 就可以打到15%乃至20%的水进去 都可以尝试 但打10%进去的水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了 接着的话我们来点生粉 和一点点油 这个肉馅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包饺子 穿丸子或者做肉饼啥的都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它静止个半个小时 然后我准备一些其他的配料 好我们一会见 好了这里经过大概半个小时 我这里取大概一半出来 展示一下蒸肉饼的做法 首先的话我这里泡发了一点土鱿鱼 我们加进来 加入一点麻油 蒸肉饼的话我不喜欢那个肉太紧实 所以的话这里我就不摔了 如果喜欢那种口感小伙伴 这里可以再摔打上劲 接着的话我准备一个蒸盘 将我们这个肉给放上来 然后用手简单把它压平 然后这个季节多人多 最适合就是吃这种蓝蟹 虽然我今天买的这一批那个黄不算是特别爆 但是用来蒸肉饼还是足够了 蟹钱我全部取了下来 然后蟹脚的话我只留了最上面那一截 蟹脚朝内 中间圆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盖几个蟹盖上来 这个尾部的地方可以稍微的插到那个肉饼里面 让它固定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蒸锅上面蒸了 这水烧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肉饼了 这个厚度的话大概至少要蒸个12分钟了 好我们一会见 时间到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蟹脂全部蒸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加 我们这里先准备一个小锅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蒸出来肉饼那个伤 倒到这个锅里面 然后这个肉饼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里我们将盛出来的这个肉饼汤 我们下点淀粉水 一边下一边推 基本上是这种琉璃芡就差不多了 然后颜色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这里可以来一滴的老抽 调一调色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加上馅汁 最后来一把葱花 哇给你看看这个肉饼 相信我吸满蟹汤的肉饼比蟹肉还好吃 好最后来聊这次用的这个猪肉末 首先肉末不像整块肉一样 你可以拿去泡水 然后让那个里面的血水泡出来 从而降低那个腥骚味 因此肉末原本的肉的品质就非常的关键了 这次我选用的是安省认证的一个全自然猪肉 没有任何激素的添加 其次吧 onfresh这个品牌的猪 在屠宰的过程中是先放血的 所以北美猪肉被诟病很多的那股腥骚味 会进一步的降到最低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onfresh这个品牌的肉末 用的是纯厚腿肉 不会掺杂淋巴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吧 它的价格虽然贵 但我觉得贵的是有道理的 和之前的猪板牛一样 小贩可以在me shop.ca上面直接购买 大多地区小贩 只要买满80块钱就可以包油了 我这个猪肉末也是为了上周猪板牛 那个选题而凑单凑回来的 如果小贩没有时间自己包饺子 me shop.ca上面也有全自然猪肉做成了速冻饺子 如果小贩是喜欢我这种食材买回家整备 以及做食谱的视频感兴趣的 不妨给我移进三连 比心